哈嘍!大家好 我是主族Stanley 歡迎大家來到 美牛創意食堂 那你還在煩惱過你要煮奶道料理嗎 那今天Stanley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道 美國尖胛熱鹽甜原酥 那Сanley為什麼要選擇美國尖胛熱鹽呢 因為他的油花分布均勻 口感軟嫩 而且是用玉米餌 所以沒有草腥味 那我們準備料理囉 好那我們首先就來備料 蔥的部分我們切蔥段 大概是3公分的左右 等一下爆香是爆蔥白 然後綠色是做裝飾的地方 準備我們的玉米筍 我們把它切成塊狀 那我們把青花菜呢 纖維比較粗的地方 我們再把它削掉 我們再就準備我們的重要的一個醬汁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有先蠔油 希望它有一點鮮味 再來呢我們加一點辣的豆瓣醬 那我們就是一匙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準備我們這個一個烤肉醬 我們希望讓這一道菜的那種鮮味更足 所以我們一樣加個三匙的海鮮醬 中式料理很重要的一個紹興酒 稍微有點甜 所以我們這邊有加一點點的一個糖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攪拌均勻 那再來就是我們重頭戲 我們的主角 是我們美國肩胛熱野牛肉 那如果牛肉要好吃 我們要跟它做一個交叉 所以我們要逆紋切 那當我們切條狀以後呢 等一下我們要準備來切一個塊狀 那大概這個塊狀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它切成三公分三公分的大小 切完了以後呢 我們再準備做醃刺 我們這邊有太白粉 我們再加一小匙的量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鹽巴 最後這個我們加蛋白 這邊大概有一顆的量 那這時候三個調料都進來了以後呢 我們大概用手去讓它抓麻一下 好 那我們牛肉抓麻 這時候要五分鐘 那我們這五分鐘 我們就來汆燙這個 一個蔬菜的部分 剛切冰的牛肉 我們把它往下放 來煎著一個美國煎夾熱野 好 那我們每塊牛肉煎上色 我們大概就半煎半炒 這樣讓這個牛肉每一塊都有那種 均勻上色的這個焦香味 把它盛起來 回溫三到五分鐘 我們這時候就把我們的辛香料 蒜末 紅蔥頭末 我們把它放進來拌炒 這樣我們就加我們剛煎好 回溫過的這個牛肉塊 然後我們把醬汁也倒進來 蔬菜的部分 我們一起把它進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火開大 開始做拌炒的部分 好 那我們炒完以後 我們準備起鍋 好 那我們準備就來擺盤 好 那我們準備就來擺盤 那我們今天帶來這道 美國煎夾熱野條件術完成囉